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母商 我們繼續討論這個三大主機的問題 剛才講完最重要的問題是錢 這個是最重要的了 第二個問題是剛才講錢的時候也很輕的 創意 創意不太重要 對主機商來說你的創意是不重要的 對主機商來說我有創意就行了 我覺得這遊戲有沒有創意 這麼大你要明白 我們也講過不下數十次 一部主機的成功是靠有無數的遊戲在下面幫他抬橋 而無數的遊戲就是無數的開發 他們想講的是創意 很多做遊戲的人都說 我要做一些很有創意的東西出來 去給其他用者去欣賞 給人去玩 去賺大錢 但是大家都當然現在知道的就是 很多三大主機沒錯 他們在一個hardware的提升上 他們提升了很多東西 而變相就是什麼呢 走出一個死胡同就是什麼呢 只有個靚字 沒有餡的 或者是應該說什麼 我將我所有的錢 已經是放在一個靚字身上 我已經去整容了 我整容完之後 我那個人其實是沒有什麼錢去讀書 去提升我自己的內涵了 那沒有東西你可以做雞 你現在說的是一個遊戲 不是跟你說色情事業 色情事業的話 你要內涵你幹什麼 CG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講完 那因為這個資金的分配 令到就是說 他們在這個創業場上 有很多人說 喂不要拼了大哥 之前不是出了一隻差不多的 那玩法差不多的 其實就OK的了 那這個是近年的遊戲裡面 其實是最大的一個弊病 其實逐作 全部都是逐作 逐作是因為想維持這個所謂的銷量保證 成功研究 這個引申而言 其實為什麼會先說錢 因為這件事是關於錢的 其實是 但是他們是不想去出一些有新的系列出來 不是不想出 出完之後死而已 當然有部份是沒有死的 但是這個是少數到不難少數 跟這個買樂學廠也是沒有什麼分別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 那去這個情況之下 OK 很多 尤其是我們剛才講 我剛才講過的一個問題就是 當 所謂的3A的studio 選手難腳 走了很多人出來 這班所謂3A的人才 他們可以做些什麼 他們作為一個打工仔 我是不是轉行 有部份一定是轉行的 其實就是 作為一個打工仔 錢我沒有什麼 其實就是 人物可能常有 因為人物這件事 大家做開 有聯絡的 認識很多 不少 和大家同一個level 的 他們沽在一起 我沒有錢了 現在 撇開第一個問題 沒有錢就是 出奇制性 但是出奇制性 當然你說 你說 當年 V的 好像很無限的想像 有很多gameplay可以玩出來 但是到現在 其實他有很多做到的事 其他平台都做到 無論3A主機 甚至是手機 或者tablet 都已經可以做到 同樣的條件之下 我想手機最明顯 那我就會轉向 幾類人 有一類 所以 的Devaiter 他曾經創作過 一些很成功的遊戲 他們就會向這兩個途徑出發 Kickstart 和Stand 你要說一下 他兩個東西 Kickstart 就是一個集資的平台 一個網 這個就是說 你將你的concept 去扔出來 告訴別人 我現在就這個concept 我準備這個新計劃的開始 那你可以 全世界籌集資金 是的 投資到我那裡 當我的game完成之後 我會在裡面 會給你一些道具 或者優惠 是你的 原來這件事 你已經concept了很多 不 concept了很多 但是正正因為 concept了 所以就是 如果你本身 你沒有一定的資歷 來講的話 你的號召你會約了 舉個例子 我記得有一部電影 是靠Kickstart 來拍到出來的 嗯 在荷里活 即是Kickstart 不是只是game 任何東西都可以 是的 譬如大家之前看片 那一部 橡筋機關槍 又是拿去Kickstart 籌集資金 對 總之什麼都可以 那 Stam 另一個平台 Stam最主要 其實都會說 是game 是game 一些application 類型的東西 或者是PC 平台的東西 最主要就是打這兩方面 那就是另一個 就是一些 developer 他自己 他們的C路由 在上面 推出自己的遊戲 這個就不是雜資了 就是當他做完一隻遊戲之後 放在上面 做這個 虛擬版 球領養 不是球領養 就是照付錢去賣 不過你說這個是 作為一個網上 其實現在都算 數一數二的大平台 大遊戲的 download平台 你可以說 當然要付錢 當然要 有些當然不用錢 但是在推廣上 他不需要做很多 所謂的 承包的東西 或者 實體化的東西 他可以在這裏 將這個 其實有些 就有些 像大家 耳熟能詳的 app store 那類型的東西 不過是遊戲only 對 可以說是遊戲only 對 其實他真的是 第三種 就是 我當然是走向app市場 純粹走向app市場 stamp的東西 因為 stamp的門檻 你沒有一定實力 其實你都站在上面 插不住腳 但是 app store不同 應該說 application的遊戲不同 你出什麼都可以 基本上 而且我剛才都說 錢來說成本 你真的要 可能做3A的app game 400萬入場費 其實你可能 對一個 有3A經驗的 studio 組成的studio 這班人 他們都可以找到老闆 去投資這筆錢 都比較容易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 走了三項 走三項 走三項的原因就是 剛才說得錯 我想試新的東西 我想試一些 OK 我 大家都知道 這個品牌 無論FF那些 其實就算你 野天主義 那些人 出來了 他們是不可以做一隻 他們不可以拿回FF那個品牌 他們是要出來 新的遊戲 他們要出一隻 但他們有這樣的技術 那OK 你用這個技術層面 basic 但你已經沒有了品牌的支持 那你要去創造一隻新的遊戲 其實 跟著就要說 你要怎樣去轉自己的創意 其實這件事 所以其實 創意是 這三部主機 其實現在 他開始想挽回這件事 因為你看到的 但他推高了門檻 他推高了門檻 他推高了門檻 但他提出了低門檻 你XBOX的 其實 他當然 雙向發展 就是這個 平板 Wi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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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在說這些爆死的東西 又說爆死 還有 這個 XBOX裡面 本身有獨立遊戲專區 其實是有 那個門檻其實是很低的 那個門檻 就是在銷售的市場 而且他現在 他之前伸出一個 的 開發的軟件 他就不再用XNA 但新的那個 我突然之間 這個名字 之後 我網上再寫出來 那就是可以支援 Window 8 可以支援 這個Android版 再連上XBOX 他三通的一個 開發平台 那他就可以開發不同類型的 遊戲 放在Microsoft旗下的 不同的平台裏面 那 大家當然知道 有PSV 就是用PSN 去囊括這些 所有的東西 那當然其實Android的市場 暫時來說 Sony 就打得比較少 其實是 有打過嗎 他有 但是他不是 他不是一個主力 他主要的其實現在講的是PSN 當然你看到的現在 自從出了PSV之後 然後 然後 因為PSV賣不完 就出了一部PSTV 所謂低規格的主機 然後 然後再加上PS4 PS3 當然現在 暫時共通連接到的其實 理論上PSN 其實可以貫穿所有東西 除了PSP 比較麻煩之外 現在因為 可能某些東西會 連接到 某部分東西 很少支援到 但最主要就是 PSV PSV PS4 PSTV 對 PSV TV 對 這些東西可以連在一起 當然 這是任記的問題 然後 去到任記了 任記可以連什麼 任記是各有各玩的 對 任記是各有各玩的 任記是不會連的 任記是 任記有東西連的 不過你先說一下 首先 任記當然 近年 他所推出的東西 就是 PDS 不過PDS很久了 很久了 LL 去年 還有PDS PDS很麻煩的 你不要說 接著就是VU 最主要就是 近年的 是這三樣東西 你可以說是 但他不是V那邊的系統 他不可以駁回 這個就是什麼 另外兩個廠商就知道 其實其餘的人 要創意 創意之後 其實他們要打一個 選擇自由率 他們就需要一個 他們需要一個 強大的 Network 去連結所有東西 而我可以放在所有的地方 而 這個問題 就是 任記 任記就是很盛 任記 任記就是 沒有的 VADS就是VDS VU就是VU 兩個東西不關事 怎麼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就算VU 就算VU有兩個畫面 但他都不是VDS 你要明白 他現在死了之後 他就開始研究這個虛擬抗素 對 當然這個是 任記他 自信 因為他在V那裡 他累積了所謂的自信 就是 我做的創意的東西 足以打倒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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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他不知道自己的創意 就是 社長就不太知道自己的創意 已經 已經不太多 現在他的創意都不關自己的事 大家都要明白 哈哈 我覺得他很有創意 你不要 先說一下 雖然 雖然 你手提機的3DS 那邊 和家用機 是連不了的 它是分開帳戶 即是 他現在 要做的事情 他現在有說過 將它叫NNID 即是 任天堂Network ID 整合 即是兩部機 現在可以通到 即是 學人家PS Xbox 但在這之前 大家不能忘記 任機是有東西可以互通到的 那就是大家玩 年機 或者玩Montai 人家會發覺的問題 咦 如果我會和你 AIDFAN要怎麼AID AID不到 為什麼 你還未創造你那個人仔 任記那個人仔 我最初我也有這個問題 好了 我弄了一個人仔 接著有個編碼就可以和你 AIDFAN 那就是 3DS 自己手提機的Network 但是 同樣而面對另外的問題 就說 沒錯 你有那個人仔 即是你的虛擬 character 那你的機器可以互聯 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3DS的影響功能 以及它的低年齡層的問題 就出現了一例 一些就是 買一部二手機回來 為什麼裡面有些小學生小妹妹的照片 也同時 在日本也串了另外的就是 舉例 好像上年 慈成員有個小陸的年仔 被人拍了裸照 跟著在3DS 它自己的虛擬 network 上傳來傳去 那你就會面對這些問題 是幾奇怪的事情 你這個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講的 其實創意那裡 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很多時候 你對應不同的遊戲的類型 你會去傾向 你會走向不同的平台 這個是一個考量 其實 你不要看PSV 好像說 其實它沒有什麼創意性 其實 沒有的 你要明白這件事 PSV 和PSV 和PS4 他們是有一群很核心 玩一種類型的遊戲 還有個互通性強的 Player 在那裡 有人會開發遊戲 在那裡 因為知道一個原因就是 一類人 他們一定會持有這些遊戲 而我打的target就是這個 因為大家都要明白就是 你很少的遊戲就是一隻 可以打殺全個市場 沒有可能的事 基本上是一個 對我來自 PS方面的GTA系列 即你是Hardcore 賽車Game 我想你未必會走去玩 Leave for Speed那類的 那這個 當然你說 某程度來說 Unity 這個開發平台 對PSV那裡都有一定的 良好的效果 因為你可以互通 你可以互通Xbox那些東西 那這個其實 對你來說 就算我打完這個 我 target的 carget group 的人在裡面 我都還可以把他抽身出來 將他化成其他平台 化成其他平台去推廣出去 去讚賣我第二筆的 target user 所以這個是一個好處 但是 V的不是 Unity 我認為 Unity 就不是不行 V的問題 但是 很老實說 就是 VU 其實 它那類所謂的 優行類型的遊戲 其實現在很大部分已經是 給 尤其是現在外國開始流行 這個所謂的 Android TV 的東西 其實已經是可以 處理到大部分 其實 VU 它 可以做到的遊戲 遊戲性的東西出來 其實 除非 老實說 你現在不是為了玩Pokemon 不是為了玩Monhan 不是為了玩Mario 其實你真的未必會去選擇 去買一部VU回來 這個是 它的問題 Xbox One的話 就 它本身 你說叫做什麼 我經常都說 Microsoft 是不會死的 Microsoft 它永遠不會排第一 即它很想排第一 但是它永遠排不到第一 但是你也不用知道它排第什麼 它永遠會有一個很穩定的 會不會有任期佔底 有時候任期未必佔底 有時候未必佔底 但是你永遠是沒有聽到 Microsoft 它自己佔底 因為它叫做什麼 但它的勢永遠都不遞顯 它很想做回一個 但是它做不回一個 但是它有一個穩定 即它不會大起大落 它是一隻很穩陣的船 Xbox也都不是很 尤其是在這個所謂的 獨立遊戲 或者層面方面 它不是說 有很高的這個需求 就是說 我一定要你獨佔擺在這裡 就算 它是需要的量在這裡 其實它可能是 所以其實 很多人都可以連大 所謂擺在Xbox裡 都不是一個太 衍生一個太大的問題出現 這個是Xbox它自己放任政策 當然因為它有其他事情搞 它就沒有空搞Xbox了 不知道它之後會不會再整合這件事 當然讓它搞好Window 8才再說 這件事當然是要 不是的 Xbox1的介面好像Window 8 我覺得 它根本是想把兩件事放在一起 但是它現在搞不定 其實我先說Xbox1 它對比PS 我有一件事頗不喜歡 因為PS4 大家其實現在都會有 你PS3 你會看到你PSN的朋友 的Lock-in 它的一些在玩的遊戲 那類型的東西 那PS4是強化了這方面的機能 那它會類似一個 好像Facebook 那樣的timeline的一些形式 那你會看到 我的朋友在玩這些什麼 那你也可以透過 就是它那個即時實況去到 你會看到 譬如說有馬在玩某個遊戲 然後你看到它的實況 然後你可以去Add進去 那你會有這些東西 但問題是什麼呢 你用那個Sony的Version 你是用PSN 你自己的人物 但是你去到Xbox 你用的是你的Twitter的帳戶 那我就有個問題 即如果你會看到Twitter 我Twitter那堆人 跟我打機那堆人 未必一樣 那我在我的PS4 看到被人Twitter洗版 那是不是我要的東西 我覺得是有什麼 你這個說其實就是 沒有情況可以說是第三點 即是它想弄得大 那其他東西 那個遊戲的流通性 那樣東西 那這件事其實就是 因為現在大部分遊戲說的 就是Social 是 不會否認 社交這件事 其實就是 很簡單就是 你現在 因為比較 主機的遊戲 其實很多都比較傾向就是 單機化 單機化 單機或者是比較 群組式 小型 就是你自己朋友圈內的 小眾的層面上去 但是 現在很多時候 人們就是想就是 確大遊戲的人口 或許其實 因為這樣說 銀田聰也是這樣說的 不 確大人氣 其實人氣的遊戲 就是很大的 你拿不拿到這樣 而 那個問題在於 就是說 現在遊戲 除了是你自己的娛樂之外 它現在是擔當著另一個任務 就是社交 老實說就是 你跟我之前說的 你不玩PAD是沒有朋友的 我不玩的 你又不玩GUNDAM的話 你又沒有朋友的 OK 那些夠了 你又不玩LUFLY的話 那你LUFLY那班朋友的話 就不會跟你聊天 我也不玩的 那你沒有LUFLY的朋友 有嗎 你做LUFLY 現在 這個其實是 叫做什麼呢 現在遊戲擔當的其中一個就是 你提供話題 那這件事當然我感受委屈心 我什麼都不玩 大家都知道 那是 你有什麼要知道 你知道什麼 提供一個 遊戲層面上的 一個話題 或者一個 你叫做流行 突然流行什麼話題 你會去講 去討論 那這件事其實 而有一件事就是 所謂的Distate 那件事 就是剛才其實 I am所說的 就好像說 其實你是在Twitter 你看到別人的情況 你拿到什麼機 什麼機也好 你和一個非遊戲的東西 就捆綁了 你很簡單 就是說 你現在手機 他們主機的東西 不及手機 那件事就是 我送給你看 你看 我拿到這個東西 你沒有 是不是很傷心 或者說 你抽到 然後就打到它 那些東西 這些東西 大家也很正常交流 都會看到的東西 這些東西 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沉默 這個其實是說 Social的東西 你玩遊戲 我玩樂的同時 我提供了一個 我和朋友 去溝通 去Social的一個話題 其實你會見到 其實它兩部 次世代的主機 都是強化這些人 因為如果你說 用PS3 做例子 它一向是 用Facebook 但你看到的 就是 它拿了一個獎杯 它買了一些東西 我沒有興趣知道 又買了火金 那些什麼 所以其實 跟我沒有關係 Sony來說 其實它走進的事情 就是 它希望 將 PS3 最初 還未成功 我覺得它成功 你再說一下 它想將PS3 成為 一部 活以 玩遊戲 的玩家 核心的 其中一個Social的平台 擴散出去 擴散出去 其實你看到 Touch screen的界面 其實它有很多類型的東西 它有這樣的潛力 但是 它就比較流向於 其實 遊戲種類會比較少 是 這個會是 它要面對它的問題 而 Xbox Xbox 它說的是 它要 我也是說的 它是想靠Window 8 那就糟了 加上Window Mobile 它當然還未完成 這件事 Window Mobile 我用的 你唯一哪有人懂 用Window Mobile 它是想靠 當然 Android的System 三樣東西 雙負雙承之下 它想把 這三樣東西 共通在一起 所以為什麼它現在開始 都比較注重 獨立遊戲 因為獨立遊戲 才可以三平台共通 其實你可能放在 Xbox 玩到的遊戲 可能放在另外兩個平台 來講 可能會負擔太重 未必走得起 它未必可以三平台共通 去做任何的東西 所以其實 它都走這個打算 其實有點像現在 你說Apple Store 那類型的東西 不過它想做得更加大 就是它連主機那份 它也想吃下去 但是反過來 我覺得 你講Xbox那邊 我覺得Sony 它會傾向 就是 你最初說過 就是 擴大遊戲人口 因為大家看到 它們 因為兩部主機都可以 Xbox One 和PS4 它都可以 是 有一個實時的 你將你正在玩的畫面 上載和分享 但是 那個分別 有一個挺有趣的分別 就是說 Sony要去做 share PS4 是不用錢的 但是 Xbox是要錢的 即是 你不給錢 你是不能跟人 share 你正在玩的東西 那麼 Sony有趣的地方 是什麼呢 你share是不用錢 你可以上Facebook 上Twitter 問題是什麼呢 剛才我講過 如果我看到 幼馬玩的一款遊戲 幼馬 幼馬的影片實況著 你想 進去和幼馬玩呢 玩multipay 你就要付錢 所以 有一個分別 即是 你只看 就不用錢 但你要玩 就要錢 我覺得這個 很好的Xbox 因為你想要播放 都要付錢 因為你要 Golden Member 你要金會員 還有他也是 給Sony的價錢 是貴10元美金 一個50元美金 其實他的 Golden Member System 我想他之後 他會重新考量 其實 因為他可能到 禁唆一時期 他要禁唆一時期 他要把這件事 他要拔開它 其實 因為 其實來說 沒有什麼意思 我也覺得沒有 Golden Member的意義 其實未必那麼大 即我現在已經 我都已經沒有再續期了 其實對我來說 即已經是 沒有這樣的需要去續期 其實已經是 那 當然你說 任記 沒有什麼 任記 又不是沒有的 他希望將VU的PAD 任記有什麼 他希望將VU的PAD 成為一個 Tablet 其實 他說強調 任記 GamePAD 他跟著不斷地研究 這些 他說 當然 他現在研究 其實之前 他爆了這些 就是因為 大家一出的時候 都已經對那個PAD 反感很大 其實已經 他自己都承認 有些很奇怪的 不如說 他要跟 smartphone那邊 合作 但是 他想合作什麼 我就理解不到 他想做什麼 這個要 這個要看 其實 因為本身 有些 Facebook Game 已經可以連在 這個 Apps 其實已經 當是一個 Apps的 狼括 買入去 所以 他們三個 他們想搶佔 但是現在最有 潛力搶佔 可以去到一個 差不多 或者近次的地位 暫時 本身來說 只有Microsoft 是有這樣的 能力 可以做到 因為他本身 有這個手機的 業務 在裡面 明白 而 Sony 不是 Sony 就打後床了 不過Sony 本身就是因為 他始終現在 Focus在這個 PSV 他不是沒試過的 他不是不想的 因為他曾經是想 將一些舊遊戲 放回Sony 的 Xperia 其實是 但是 最終其實現在是 放置了 現在是 他反過來 我們在另一邊 節目也講過 他現在 他出的 北美版的電視 他有一件事 叫做 又是類似 虛擬 你買一部電視 是已經 附載了 一個 online的 store 你可以買回 過往 整個 live playstation的所有遊戲 來玩 但問題就是 我不確定他是 給月費 還是續隻 買 應該是 但問題是 他現在是 在北美的市場上試行 未是全世界市 你可以說兩個相法 因為 剛才你所說 任機是會運用到 他現存有的 他在手機 或者 電腦OS 這方面的優勢 但是 Sony 他一直虧錢 但是 他又有很大佔有率的 就是 交平影音的部分 他怎樣可以把遊戲 放在電視上 所以 Sony 和 Microsoft 都是因應用 他現有的 資本 去 走回他們 覺得他們要走的 程度 成不成功 他們做不成功 是另一回事 但 至少他們的路 因為其實 很老實說 雖然你說 在這個 手機 人人都有一部手機 基本上 在全世界來說 那這些是不是最大的 Samsung 而 我講一個數據 就是 主機 在歐美市場 其實 佔了48% 的 家庭裏面 是有兩部主機的 兩部? 兩部主機 兩個廠 兩部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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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們為何會這麼希望 連結 Sony 其實三個廠 我講的是 如何去連接電話 這件事 因為連接電話 拿來是一個 輔助的社交平台 也好 或者是有一個 固定的game pair 也好 各有各的做法 不知道他們現在想怎樣做 也有些 兩者方法都正在做 但是 對他們來說 他們是 無可能超越 所謂的 手機智慧率 這件事 這是一個 鐵一般的事實 這是一個無可超越的事實 你無可能突然出到一部 東西 是突然間超越了手機 它是屬於手機範疇的事實 所以 對他們來說 手機是一個 輔助 他們推銷 他們 一個主機 的策略 一個 輔助策略 還有手機 可以輔助 控制 其實這件事 是 Sony 和 MaiG 都在做 現在你說 任記的是隨著他們 MaiG可以用手機來控制嗎 Sony和技術 現在在玩的共通 是怎樣 我不明白 現在把一些XBOX的獨立遊戲都放在Android裡面 可以一起玩 一買就兩邊都可以 因為它是Login XBOX的帳戶 尤其是你用Window Mobile的話 那個方便性會更大 Window Mobile有趣的是 你連聽歌的位置 不知道為什麼都會有一個XBOX 那關什麼事 它當作整體是一個多媒體來計 其實Microsoft是抄襲Sony Sony是想打造這個 家裡全智能的環境 都是你Sony連貫通一起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Microsoft也緊隨其後 同時間 我也忘記了大約日子 因為Apple也在做同樣的事情 Apple TV 那些 Apple TV 那些 Apple TV 那些 遊戲那些 連在一起 App Store 那些 強大 整個所謂的智能家居的平台 大家其實 兩者 但如果你說用智能家居的概念 其實我覺得XBOX會更明顯 因為如果大家留意 我講講講兩部主機的機能上的東西 因為XBOX有個缺點就是 它價錢是貴100元 就是你這麼方便 但它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它捆綁了一部Kinex 所以產生出來的效果就是 其實兩邊都做到這個機能 就是 PS4 方面 它那個CAMERA 其實是收到聲音的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給一些簡單的指令 去做一些 COMMENT 是今晚可以做到的 但現況大家了解的不多 但XBOX那邊XBOX1 它在一個類似Windows 8的介面那裡 你要在那裡轉 就是大家在這個 PlayStation的主畫面那裡轉 你要按十下左右 XBOX是可以做到 你對著那個Kinex在那裡 好像做Touch Pack那樣 虛擬凌空的手 那就是好像一些Smart TV的做法 它可以去做的 所以其實現在你主機那方面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提供了所謂的 家居方便式的一些功能 當然你說這件事其實正正就是 即任記作為一部 即這一部東西其實 它 純遊戲 它失敗的原因在於 其實就是說 在它一個作為 本身 V是一個所謂的Party Game 為主題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應用不到在各個場面 尤其是在當手機出現之後 其實大家那個 那個遊戲的慣性不同了 變相就是說 V U也都承繼不到 V有這麼多不同種類的 或者叫做有 新鮮感的所謂的Party遊戲出現 令到它 在它自己的定位上會模糊了 而它加強了機能 也都不能夠令它去 跟另外兩部主機去做一個的比拼 因為根本沒有比拼 但那個問題是 它沒有痛還是思痛 我覺得它是 因為其實它現在 它強調它的未來走向 它走向很奇怪的東西 就是說它說 我做了這麼多年的遊戲 我們在2015年開始 就會走向一個新的道路 叫做QOL 就是Quality of Life 就是生活質素 第一步我們要研究就是 如何透過這個遊戲 改善人類的健康 這個就 算了我不要理它 它有一個更奇怪的 它在理解到手機的重要性 它就說 Consul 然後手機 然後一些隨身物品 它再跳一步 它就說 演變成一種叫做 Non-Wearable的Device 不是帶在新的Device 我又不明白 什麼叫做 Non-Wearable的Device 我到現在理解 Google Guest Non-Wearable 不能帶在新的東西 我完全不明白 我想它想說什麼 它在說一些很兇範的概念 你都 那份東西是很兇範的 除了一些數字 剛才我們說大爆死 為什麼大爆死 3DS我們大家不算大爆死 它因為它預算的銷量 它預計它是1800萬部 它現在做到是1300的 其實是OK的 Vu為什麼說爆死 因為它預計它剩下900萬部 它現在已經向下修正了 只有三成 它是200多萬部 因為它也是賣了200多萬部 所以死得很明顯 所以V那個問題 它現在一貫就是 就算剛才它說的幾個方向 其實是 慢了 對比起來 它是慢了 慢了人家兩年 我想不知道 它一五年可以做這些事情 之後可能再慢幾年 它發覺這個問題 它慢了兩年 它發覺和它做事是兩回事 它再做這個問題 再做完之後 它可能已經慢了四五年 已經是 那它可以收工 它這樣蝕法 雖然它有錢 我不會反應 很難說 始終就是 因為本身就是 任記 我也是一直說過問 任記要追技術 這件事其實是 它一定要向某些公司去靠攏 去協助它的技術 所謂技術支援 但以任記的營商的習慣 它是不會去做這件事 它是不會 即是它喜歡吃自己 別人喜歡 它也說它不會改變這個腦向 它繼續是吃自己 它喜歡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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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寸草不生 三米力長的效果 但其實反過來 我覺得它知道 某程度而言 但是 它不打算去改 因為它在那個發布表裡 它自己都說 我們為了改善的情況 我們會在這個 五月全球發行 Mario Kart 8 那是怎樣 又要吃自己 即是你叫做 今年 即是你叫做今年裏面 我們 大家 意識上有的 它有一個大錯 Brander 2 即是魔兵二文樂 好像叫做 好像差不多的東西 即是那個女兒 那隻遊戲 即是 我只記得有這隻作品 VU Only VU Only OK 好像是 但我覺得之下 會出其他平台 我覺得 我也不會這麼蠢 不是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簽了什麼 如果現在 都不說出的話 其實是 我想你預了沒有的機會 是大的 但也有人 反過來說 就是說 VU的機能 是強調在影像處理上 就不是這個實體處理上 其實現在 很老實說 很多 這件事 也是 任天堂誤會了 這件事 其實現在的人 是不在乎這個 所謂的視覺效果上 因為對我來說 有些東西 根本 現在的程度 高到就是 人的肉眼根本分辨不到 大佬 分到的 可能有些人會分到 你眼尾 可能有些人會分到 但是 問題在於 沒有的 靚了幾多 沒有意思的 你 你 那些 畫面再細緻了 其實是 那個 對那個遊戲體驗 是不會有很大的加成 但是 你要去 這件事 你可能要投資的資金 是更加多 就是為什麼你要去做 這件事 而 你要去做這件事 就是為什麼 那部主機 因為我 就是告訴你 我的主機可以做到這件事 補充兩件事 第一 如果大家說 兩部主機 哪部主機 好一點 我已經不計 如果大家有留意過 PS4 和Export 1 或者 再對比多一點 PS3 你會發覺就是 一些PS3的遊戲 的 PS4版 就是 簡單說 靚畫面版本 有個很普遍的情況 就是 對比一下 那 同樣的情況 也都反映在 Export 1的作品 對比起 PS4 當然 我對比兩個平台都有一個作品 就是 PS4的感覺 是全部都光了 那 如果你看下去 再細緻一點 就會發覺 就是 它的細緻一點 做得足一點 所以它可以容許一些 沒有那麼暗的感覺 那 這個是兩部主機 如果你說畫面 處理上 如果大家真是細緻一點 就要留意 會見到的東西 那 然後 另外我們說 那個畫面的原因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們那個 YouTube方面 我們放的一些片 我們會玩一個遊戲 就是 Gundam Metal Operation 那 大家也都知道 那隻遊戲畫面 就是一個 PS2水平的好一點 而已 與畫質 它不是一個 優秀的作品 它優秀的成分 就是 操控性 很強 全手動 沒有 自動 什麼都沒有 就完全跟你 就是現在 賣手週二十三萬 那隻 那隻 Extreme VS Full Boost 是完全一回事 重點就是什麼 我們所謂 要看視覺體驗 所謂看視覺的東西 其實 一個玩家的 看遊戲體驗 我是說 那個畫面 是在動的 而一個動的畫面 其實 你不需要那麼低 因為人眼是捕捉不到 那麼細緻 你要定一個定價畫面 的話 剛才Iang所說的畫面 可能很多人都分得清楚 但是 當你 作為一個遊戲 正在進行的期間 去看著畫面 你理不了那麼多 其實你是理不了那麼多 而且 就是你根本 是看不到 那麼多這些 所謂的細緻 最重要的是什麼 其實 你要一個所謂的出色遊戲 就是 我在動態那一刻 和 在這個 正態的期間 你出來的感受 其實那個 差異性 不會去到一個很特異的差異性 其實 你已經足夠了 其實 當然不是要你說 你差到畫面很差很差 你要保持那個 你不需要去強求 就是 你正態畫面那時候 你可以顯示得多漂亮 因為老實說 除非你的遊戲是什麼 你是一隻觀光遊戲 那我沒有話說 但是 反過來 你說靜態畫面 我覺得 應該顯示一點就是 遊戲過程 和過場畫面 那個落差 因為一直 長期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PS2年代 很明顯的 過場畫面是OK的 但是 遊戲畫面 你會突然明白 尤其是 遊戲會更加出現這種所謂的嚴重情況 現在改善了很多 所以 就是 當畫面質素去到某個程度 其實我覺得 Enough的了 夠了 停了 大家可以停了 即是說 你不需要再去幫部主機台橋 真是骨折的 大佬真的會 他們會走了去追 電視或電影那種質素 就開始有問題 因為其實 用一個例子 你三國無雙 已經去到 PS3那個年代 已經說 那個畫面 或者一個 Event的導入 那一類 是多了遊戲 所以其實 這個我再回頭說 就是說 所謂主機 因為其實你 任記的現在 其實它一直是 在三部主機裡面 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它是強調賣一部 它是要賺的 這個是它的問題 這個是首先 它是它的問題 但是呢 這件事不一定是錯的 首先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另外 Export和Sony 這兩部機 其實 他們開始 其實他們是要把資源 不是放在一個 hardware上 是放在一個 software 或者是那個所謂的 平台策略裡面 去做投資 令到就是 人們覺得賣你這部機 是可以玩到很多東西 而不是你這部機很厲害 對 反過來說一下 Export和PS4 對比有個分別 剛才我講過 Sony在北美的電視業務 它加了 下載了舊遊戲的東西 Export 它可以看電視的 這個是PS4沒有的 大家都有留意 電視的平台 不算是Sony自己單單做的 所以就是說 今次其實 我當這個improve 去到這個時候 其實要停了 因為 廠商追不到 因為 Dirator追不到 因為你太貴了 只有幾個人 只有幾間廠 可以追到你 那個開發成本 其實夠了 而 去到這個時候 當然 三個廠商現在 有先有後 有遲有早 大家都留意到 問題就是 所謂的推廣性 以及所謂的多平台的策略性 這兩方面 去做一個處理 而之後 就算 我不知道你這部機 可以捱到多久 你是不是兩年之後 他們有死的部機出來 我不知道 不會這麼快 我不知道他們 這件事 突然間 哎呀 我出了一部Xbox 2出來 然後有PS5出來 然後 VKK 這樣出來 就不知道怎樣 VKK 但是 這個情況就是 你之後 其實 因為你始終 你要面對的 就是太多人 去流失了 這個所謂的手機市場 你怎樣去把他們 這群人的 拿回來 還有 對比就是 是怎樣去把那個 Tiger User Base 去 不是打敗它 是吸納回來 因為他們已經是 玩慣的 因為其實你現在 已經是很多人 叫做什麼呢 習慣性打機 他們習慣性打機 是去到那個地步 尤其是東南亞地區 那時候是什麼呢 起床 看完幾多點之後 第一件事就是 開一隻遊戲 按完體力先 大哥 那些是有馬 那很多遊戲 其實你現在所謂的 玩體力型 這種的遊戲 是這種模式 還有 體力 會不會說 定時補給人 習慣性 習慣性 現在的遊戲 希望是 培養你一個 打機的習慣 就像你吃飯 那樣 夠時間吃飯 好處 這件事 另一個點 就是我們說 錢 最後錢 那件事 就是現在手機 很多遊戲都是免費的 所謂的 置入式的銷售手法 就是 DLC DLC 其實是不足夠的 付費 三個廠商都明白 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 是一個愚蠢的設定 這件事 就是Donus 的設定 不是愚蠢的設定 而他們說的 如何壓低這個 所謂的 成本 和推出的策略 這兩件事 當然 其實 很多人 尤其是我這些 都是 我都會很停留 就是 買主機遊戲 那是要有隻碟 不是的話 誰會安心 我覺得很合理 而正正就是 特別是你們的機器 那麼容易死 而正正就是 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 老舊思維 好像 很多人 就說 當你不推出 那一刻 其實對於銷量 遊戲是一樣的 但真的會低了 因為 我沒有一隻碟拿起來 我真的不安心 老實說 我有不安 這個是主機要面對的 因為其實 自知以恨的 手機遊戲是不會有碟的 一直都沒有碟 那就是沒有碟 但是 當有碟 然後沒有碟 很多所謂 當然你說 現在那個機靈層 其實是甚麼 所謂硬派那類 其實已經培養到 我們之前 所謂的目標是 30至37 現在 所謂那個 Hardcore User Base 嗯 其實現在已經再 tune tune下去了 由30歲開始 起飆了 30 我忘記大概是 26至30 好像是 屬於Hardcore 屬於Hardcore 因為你之前那批 已經再上了四十幾歲 所以可能 又要很多事情 搞你 你可能 都還會打機 但你已經不會 對那個 對他的Hardcore 銷售那裡 會有這麼大的影響 其實你已經不會 所以其實現在打了下面 而打了那幫人 那幫 這幫人裡面 有 好像我這一批 一定要有碟 沒有碟的話 想想一下 未必買的 而且還有一批 就說 新世代的那批 在Stamp 在手機裡玩 他們是接受到 無碟 最好是無碟 很煩 要出去買 不是 要放在它 啊 你對 要放在它 哪有位置 不要搞那麼多 就是 現在是這樣的 教育世界 所以其實 兩部主機 其實在這方面 成本上的錢 就是怎樣去做平衡 即是你 要補充這批人 是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 那你細塞交替 就兩天都要做的 是啊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 鑒的地方 當然你說 三部主機 可以怎樣 其實現在 叫做比較看好的 都沒有什麼 因為三部 現在都好像被手機市場 壓住了 也沒有遊戲玩 而且真的沒有遊戲玩 因為真的沒有開箱 所以其實 第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 打手臟 搞定錢的問題 大佬 搞得好嗎 搞定錢的問題 就是 推廣那方面 和出業 你 承包那方面 那些東西 他要搞好 那麽多錢 搞好 因為其實他現在 對Sony 對Xbox來說 他舔錢 是舔這裏 什麼 他 你出得多 我就舔得多 就是跟這個App Post 都一樣 你擺就擺 你買得的 我又有錢 你不買得的 So what 你就 你撞到 看看 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不會掛出來 有賺一筆 那我就恭喜你 那我又賺錢 現在是運行這個模式 但是 對比鑄機商來說 他還有鑄機的成本 出碟的成本 還有 每個地方 你要做 你就算做 銷售店都要 你好像 PX的藍店 藍店 藍店 好像是關事 你要擺 你要擺成本 那些東西 其實你出貨 大家也說 你人力資源 出貨 一大堆東西 Office 錢 那些都是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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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Office 錢 那你想 就算 Apps 虛擬 你都可能 在那個地方 你都要擺一間公司 你都要 擺一間公司 你都要擺幾間公司 但是你不需要 擺那麼多資源 你不需要整個貨倉 拆了死貨 不知道要怎樣 你知道 這個世界有很多死貨 尤其是Vu和Vu的遊戲 死了 這三部主機要面對的最主要的問題 解決到的話 我覺得現在是Vu比較穩定 Vu比較穩定 我也覺得在未來的一年 它都會蝕住 都不會有什麼大改變 我猜下年會蝕多少 我猜480左右 差不多 我覺得差不多 好 今集就到這裏 下集我們看看 什麼時候再分享不同的遊戲 可能都比較少 儘量打機少 沒辦法 沒有朋友 下集再見 拜拜